道立院被巡自備保溫瓶 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做好上戰場準備 北農在大年初九連休三天 導致菜家大崩盤 陳吉仲嗆聲要台北市府說清楚 卻對省影多日的北農總經理吳英寧愛護有加 他可能只是沒有對外跟媒體來直接說明 但是有跟農委會密切的討論跟合作 吳英寧是我們推薦的 我們當然一定是絕對全力的支持 吳英寧最近省 不知道你還叫他怎樣 出來對付你們 都替吳英寧說話 菜價大跌 北農總座卻是雙方最大公約數 好話才講完馬上PK 中央地方對抗 果菜市場的休市日早在去年7月就決定 當時吳英寧也已經上任 可是今年春節後 北農兩度連休三天 害菜價跳崖卻沒任何消假打算 其實狠話會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 本來我講說這樣說 北農總經理我決定 我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北農休市菜價崩蝶 人禍明顯 柯市府跟農委會難辭其咎 記者陳須 臺北農民社區小組 台北報導 直到 盤